如果你正在做YouTube直播 但是你觉得YouTube的直播功能已经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了 或者说你想尝试开始直播 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始 那么这期影片是非常适合你的 因为我会向你介绍Stringyard 这是一款能够显著提升你直播体验的工具 它不仅能够帮助你进行跨平台的直播 同时还提供给你很多YouTube自带直播里面没有的功能 接下来内容就会告诉你为什么要选择Stringyard 以及它如何能够去帮助你的直播变得更加专业更加流畅 还有是Gason 这频道只要分享关于视频道云 流量变现 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们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要对我频道 如果是新手创作者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领取YouTube新手成功宝典 它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 如果去正确进行频道 那什么是Stringyard呢 Stringyard它是一个基于浏览器的直播工具 它非常适合于希望提高直播质量的创作者 Stringyard它最大的优势就是 你不需要去下载任何的软体 直接透过你的浏览器就可以快速启动直播 而且它是支持将直播同时推送到多个平台的 比如说YouTube、Facebook、Twitch等等 来帮助你随大化的覆盖你的观众群体 Stringyard它有几个非常兴创的去使用它的独特特点 首先就是跨平台的直播 它可以把你的直播同时推送到YouTube、Lindin、Twitch、Instagram等多个平台上面 能够帮助你在同一场直播里面信到来自各个平台的关照 在你的直播里面你可以使用它的自定品牌的功能 你可以在你直播里面去加上你直播的背景、横幅、Logo 让整个直播都充满你的品牌元素 你也可以同时在直播里面去访问多个嘉宾 你可以在一场直播里面去邀请多个访问的嘉宾来参与你直播 Stringyard也提供多个画面的布局 这功能是非常适合于反弹类的内容的 Stringyard里面还有提供很多直播互动的功能 可以在直播里面去显示观众的评论 可以让他们进行投票 重新提升观众直播的互动体验 接下来我就带你进入到Stringyard里面 来教你快速的去使用Stringyard来开始直播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注册Stringyard的账号 Stringyard是能够让你去免费使用的 免费计划是含有所有的基本功能的 包括探反嘉宾、评论、萤幕的分享、影片的分享 幻灯片的分享等等 它也会有些限制 比如说会在你直播的时候出现Stringyard logo 然后串流媒体它会限制 就是你每个月只能够直播20小时 储存空间也是有限的 它的本地录音的功能是每个月2小时的 以及你的直播最多可以有6个人参加 如果说你想要去更高清1080p的画质 你就需要去升级到它的计划里面了 并且你想要在多个平台上面直播 也是需要去升级到它的付费计划的 或者说你打算预录你的直播 也是需要去升级到付费计划的 那这边我就进入到Stringyard里面了 它能够让你去进行直播 也能够让你去录制你的萤幕 或者是能够让你去建立研讨会 那这边我就选直播 那你可以选择你直接现场直播 或者是你去录制你直播的影片 但是这个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计划才能够使用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平台 那这边我已经加入了我YouTube频道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加号 再选择不同的平台 比如说Facebook LinkedIn X Instagram Twitch Hopping 都是可以的 这边我就选择在YouTube上面直播 然后我可以选择直播的标题 然后你可以加入直播的描述 以及直播的观看权限 这边你可以选择公开、不公开或者私人 或者说你可以安排一个之后的直播时间 你可以选择日期以及直播的时间点 在这边你是可以去上传你直播的说图的 然后就可以选择去创建一个你的直播了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我就创建一个直播了 然后我可以选择进入到它的直播工作室里面 这边我还没有打开我的麦克风还有我的相机 我这边选择预许打开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我就打开我的麦克风了 以及打开我的摄像头了 然后我可以选择在我直播时候展示的名字 这边我就输入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你可以给自己加入一个称呼 比如说我就叫YouTube创建者 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然后我的一个title 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否要静音 或者是关闭你的摄像头 这边还有设定 这边设定就可以更改你的摄像头 然后你可以进行美颜 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个美颜的效果 然后你可以调节它的美颜程度 一般设定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直播画面的画质 那免费的就只能够720p了 如果说你要1080p的 就是要付费计划才能够使用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横屏直播或者竖屏直播 音频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揭露的麦克风 你可以选择降噪 然后你可以选择虚拟的背景 比如说可以选择模糊我的背景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就模糊了 然后你还可以录制你整个直播 接着我们就可以选择Enter Studio 那现在我就进入到了Streamer它的直播界面里面了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这萤幕上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也没有看到我自己的样子 那因为我还没有把我自己去加入到画面里面 我可以来到左边 在这边选择Add to Stage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就被加入到我画面里面了 在这边你可以加入其他的直播访客 因为我是免费的计划 所以在这边就会有Streamer Logo 然后你可以加入一些字条 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个字条 那如果说你是付费的用户的话 你可以加上你自己的Logo也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加入你介绍类的影片 或者是退出直播之后的影片 那这边都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版本才能够使用的 免费版本可以加入倒计时的影片 然后你可以更改背景的颜色 加入背景的音乐 那Comments这边你就能够去查看到 所有参加直播观众的留言了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Show 这边就可以展示观众的留言 还有Banner 就是你可以加入一些文字 你可以看到我也可以展示出来 这个就能够去很好的帮助你去推广一些你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一些你想让直播的观众知道的信息 然后你可以修改一些整体直播它的主题颜色 那如果说你想分享萤幕的话 你可以选择Present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就分享萤幕了 那我可以去调整一下这个分享的格式 比如说我可以变成这样子分享 或者这样的分享 所以使用StreamR是有更多的灵活度的 能够让你去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展示随内容 那如果想退出直播的话呢 就可以选这个Leave Studio 那你可能会好奇用StreamR来直播 和在YouTube上面直接开始直播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区别是很大的 首先就是StreamR能够进行跨平台直播 它能够直接把你一场直播推送到不同的平台上面 而如果说你是使用YouTube直播的功能去开始直播 那么只有YouTube上面的观众能够看到这样直播 第二就是StreamR的直播界面是更简单的 能够去更方便的让新手快速的开始用 而如果你使用YouTube自带的直播功能 你想要去更加顺畅的直播 是需要用到一些外置的软体 还有硬件的配置的 在操作上面是相对复杂一些的 而且StreamR的互动功能是更加强大的 能够支持实施的观众评论 以及进行观众投票等等 而YouTube的互动功能就相对较弱了 如果说你需要去邀请到多名的嘉宾来参与你直播 那StreamR是提供了更好的布局还有管理功能的 而YouTube直播它的多嘉宾的操作 就会相对复杂很多 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管理 所以使用StreamR去进行直播 不仅能够让你直播变得更加顺畅更加专业 同时能够让你进行跨平台直播 去提升你直播的覆盖率 如果你在寻找一款简单直观的直播软体 那么StreamR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用手机开直播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的帮助 想做影片订阅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IG 能够很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